能量很低 我前幾周大概就是這個狀況 人都覺得說差不多了 但是它對於恢復能量有非常大的幫助 這幾天我沒有睡飽 所以鼻子這邊都長了一些痘痘 然後後來我發現呢 我這幾天就處於一個人量比較低 然後就是全身懶懶的 就是沒什麼動力啊 然後也連續好幾天沒有煮飯了 我今天在臉書跟IG發了一篇文章 就是有關於人量低的時候 該怎麼治救的文章 好那我發現對我自己很有幫助 所以我想要把它拍成影片 明天再把自己收拾一下 好好坐下來跟大家拍拍這個影片 我這邊煮了飯 然後這個是我昨天做的蒸魚 因為我覺得這蒸魚很好吃 在減肥的時候就是很方便 蛋白質也夠然後調味也好吃 就是昨天只有我一個人在家 因為我老公帶小孩他們會破家 然後昨天只有我一個人在家 我就煮了一點 然後吃了一點 我想說沒關係隔天再加熱它還是很好吃的 然後這邊我退冰了一塊豬肉 因為這五花肉我會把它包成小小份的 到時候要炒 炒青菜或是把它當主菜配菜的話 它這個份量都蠻剛好的 然後這個可以起鍋囉 剛剛冷凍無花肉的量其實炒一盤還蠻剛好的 好辣椒炒炒肉 加入青菜 這個也差不多了我剛剛有喝過 不用再調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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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久了 三個小時了 時間到了 門打開了 真的很扯 給我整碗這樣子放進來 就這樣帶回來 主要是你自己現在想吃 還是你現在想做披薩 哇好多喔 可以多一點 那上面再蓋一層起司嗎 嗯 好 都地板了啦 是最上層嗎 最上層嗎 啊 啊哈哈哈哈 很燙 沒了 拍一個啊 好麻喔 不要 不是麻 不是麻 不是乾皮 再吃 甩 這樣 好燙喔 好燙喔 我把它撕掉 去吃 不要碰到甜 沒有了 好燙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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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煎熟 黑芝麻 切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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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剛剛開場我錄了好幾次一直失敗 就是覺得自己錄得不好 好那其實這個影片應該是前幾天就要錄了 但是我就想說算了我要順從我的本心 還是要找一個比較有feel的時候 坐下來跟大家好好聊聊 那趁著空檔呢 想跟大家分享一下不知道大家有沒有這個經驗 就是明明沒有發生什麼事情 工作有沒有遇到困難 然後也沒有遇到什麼糟心的事情 就是覺得自己懶懶的能量很低 什麼事情都不想做 我前幾週大概就是這個狀況 我就盤點了一下這一陣子的生活 我發現是幾個原因 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像我們做自媒體的看似好像很自由 那其實是要高度的自律的 你才有辦法定時定量的傳出東西來 而且你做久了你的東西不能再是流水障 像我以前早期在拍的 真的就是流水障 那遇到最後呢我覺得 我覺得不能這樣 我一定要分享更多東西給大家 也許是一些我的小撇步 或是一些我的生活經驗 然後或者是一些比較有趣的料理 就是想說每一集的影片中 一定要傳達一些東西給大家 就是一個輸出自己給大家 但是去年事情真的滿多的 除了幾個卡儀的大檔 又搬家又裝潢 然後約小朋友上國中 就是非常多的事情全部都卡在一起 變成說你心靈是沒有在休息的 這時候就會想要一些比較低級的娛樂 比如說大吃大喝然後狂購物 或是不斷的刷 短影片 這種快樂很容易被滿足 但很容易也是直接消耗下來 所以你不斷的就是要去做更多這樣的事情 然後才能滿足自己 然後後來發現這些低級的快樂都沒辦法滿足自己了 自己就會走向一個 更低潮的時候 前幾個禮拜呢 我就是像一個提線木偶一樣 就提著自己 生活工作然後做任何事情 年底事情也多嘛 很多朋友約然後事情也很多 因為如果朋友約的話 我一整天等於是沒辦法工作 你知道人是有多性的 一直都是沒辦法工作 你就會覺得好舒服喔 一個積極習慣的人 然後開始 有休假了休假休假休假 下個禮拜又要休假沒辦法工作 最後有點懶散下去了 我就是那個狀態 就是整個已經懶散掉了 然後那時候我打開相機的時候就覺得有點硬要 因為我以前拍影片就覺得很開心 等一下要跟大家分享 就是 整個就是開心的狀態 當我在那個時期的時候 我開啟相機 我都覺得有點硬要 就是好像 硬要生什麼東西出來的感覺 我就很不喜歡那種感覺 我覺得這不是我拍片的初衷 也沒有那時候的快樂 所以我就覺得說好 那我就要順著自己的心靈 我要休息 我每個禮拜都有上片 就是因為 我都是習慣會把事情做好累積起來的 好我是怎樣發現自己的能量底呢 那時候我就是每天都覺得說 我差不多了 我已經拍四年了 我差不多就是這樣子了 差不多要走下坡了 走下坡了 就這樣子 像這種話呢 就是 很經典 低能量的人會說的話 我就覺得這樣不對 一定要趕快讓自己振作起來 我就上網搜尋了幾個 在自己低能量時 自救的方式 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覺得非常有用的幾個方式 第一個呢 就是冥想 我這邊很難講 因為其實我也是一個冥想初學者 冥想感覺好像是要你想事情 但是他是要你什麼都不要想 然後你就在那邊放空自己 我有一個有趣的經驗 在我能量低的時候 那時候我講了一句話 就惹毛了我老公 我老公就好幾天就是對我很冷 但不理我 其實我對我老公很少有危機感 那時候我真的覺得有危機感 是覺得他好像不愛我了怎麼辦 想說應該不會吧 但是又覺得有點怪怪的 好就沒有去管他 那天我想說來冥想一下吧 就冥想 不知道怎樣喔 就進入那個冥想的狀態 突然間出現一個畫面 那個畫面就是 那時候我們去拍婚紗 那時候我已經懷雙胞胎了 那個時候是 很冷的時候 後來我們拍完婚紗 我老公買了一碗 紅豆湯給我喝 就是這個畫面 然後我就覺得 我怎麼 突然間蹦出這個畫面 就是上天要跟我穿搭 是老公還是很愛我的 就是一個小小的經驗 我不知道會不會把這段剪進去 有點尷尬 第二個呢 就是遠離山西 遠離社群 像我們做自媒體 真的要遠離也很難 因為我們每天都會有大量的訊息 我每天都要接收很多事情 如果是有關於卡儀 或是團購的東西 我沒有接收到 沒有即時回復到 不太好 所以我都會有這種焦慮 有人在問商品的東西 我一定要 積極的回復 不是 卡儀的問題 我還是要積極回復 因為不會讓人家覺得說 好像很視力眼這樣子 所以我就變成說我有一些 回訊息的焦慮 當你讓能量很低的時候 你要強迫自己 在那個狀態裡 你就會變成說越來越累 所以我一些 比較大檔的 團購啊 活動 就是讓他 盡量減少一點 就是 讓我自己能 恢復那個能量 再來就是多接觸高能量的人 大家幫我們有一個經驗 就是 在看一些新聞 就是連續的新聞底下 都是會有些 分屍技術的事情 不管是什麼事情 都會有酸民 那你覺得看久 你會覺得說 現在的人心裡都那麼惡毒嗎 講話一定要這麼惡毒嗎 盡量不要看 大家一定要有一個意識在 就是你 不管用什麼樣形式的 打出那些字 即使別人不知道是你 但是也是從這邊散發出去的 你散發出去負能量 你就會吸收負能量 常常在網路上攻擊別人 利器很重的人 往往你會覺得自己怎麼 常常吸收到一些 鳥人鳥事 這一定要調整自己的磁場能量 即使在網路上 別人不知道你的狀態下 你更要說一些好話 無形之中會進化你的磁場 那你吸引來的人 都是一些比較好的人事物 就會慢慢提升自己的能量場 讓你自己整個就是到一個比較好的狀態 第五個就是對周遭釋出善意 多蒐集別人的謝謝 對你周遭人釋出善意 其實你也會得到一些好的回報 這些好的回報都是一些好的能量 第六個呢 我覺得就順從自己的本心 真的不想做說 我們就躺平吧 沒有什麼事情 是 你一下子不做 天會塌下來 那我前幾天呢 就是自己一個人到公園走走 坐在搖椅上 看著樹葉被風吹得搖搖晃晃的 就覺得這樣好舒服喔 然後天空呢 就是這麼的藍 就是你在那邊曬太陽 然後被風吹著 然後看看綠色 你就覺得說你這整個心靈都被淨化了 然後就慢下來的感覺 趁著大太陽 我就到 我們家附近去走走 然後發現呢 我在那邊住了好幾年 很多地方 很多小巷子 我居然都沒有去過耶 我就用步行的散散步 去看看我們家附近周遭的房子 哪邊又蓋了新的房子 哪邊又重新整修了 真漂亮 我就覺得說 哇這樣好舒服喔 散步啊 曬太陽啊 吹吹風啊 這麼簡單的事情 也是一個恢復能量的方式 第七個就要回到 我剛剛之前說的 能量低的時候呢 就習慣去大吃大喝 然後或是看一些短影片之類的 那一陣子我就是這樣 每天滑手機滑到兩三點 隔天送小孩上課之後 人回來又睡 睡眠不足的狀況下 真的沒辦法工作 補眠到12點 其實你也浪費了半天的時間 那變成說 惡性循環 你沒有精神工作 狀態也不好 負眠了 其實也沒有補到點上 睡眠充足感覺是一個簡單的事情 但是他對於恢復能量有非常大的幫助 開始調整我的作息 每天10點11點 我就逼自己上床睡覺 其實前幾天還是需要回來再補眠一下 我就順從自己 想睡就睡吧 就補到一個我覺得身心都舒服的狀態下 提升能量最快的方式 真的就是睡覺 只要睡飽跟睡對時間 不管對於自己的精氣身 你的皮膚狀態 都有非常大的幫助 像我那時候常在熬夜的時候 我這邊就開始長 非常多痘痘 你們看五千幾集影片 全部都是痘痘 我自己那時候看了覺得很崩潰 就是沒有睡飽 就是年紀大了 不能再折騰自己了 以上是我跟大家分享恢復能量的簡單方式 希望有幫助到大家 想要來補充一些 因為我剛剛講到我 在能量低的時候 常常心裡面覺得 我差不多了 我就是這樣子 其實應該把這些話 換成我可以的 我只是休息一下 但是我還是可以的 把這些負面的話 換成這些比較正向 有用的 其實你內心不是這樣想 但是你就是 就是講久了 你就是練習 你可以練習 在心裡面講久 那他升職在裡面 心裡面 久久之 你就會潛移默化 就覺得我就是這樣好的 我還是很有實力的 我還是很強的 漸漸的就會提升 自己的能量 把這些話講久了 講多了 他就會變成事實 相反了 你整天在講一些負能量的話 不管是對自己 會對別人 這些都又可能變成真的 這些都是吸引力法則 你經常在講這些負面的話 你真的就會走向那條路 不要再不相信 我真的覺得就是這樣子 在心理學來講 就是一種暗示 你暗示自己 是一個 很好的人 就是這麼棒的人 講久了 想久了 你真的就會成為這樣子的人 這是一個很好的吸引力法則 大家一定要多多練習 學會祝福別人 看別人的好處 其實這些都會回饋在自己身上的 那新的一年呢 祝大家都可以元氣滿滿 身體健康 身體健康是最重要的 多多睡美容覺 真的很有效 這集就到這裡了 我們下一集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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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